这个视频有点特别 我是封大院小区的告解 我现在居家隔离 我们小区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封大院小区里居民感到特别的气愤 是志远泽和领导发生了这个口角的冲突 当时则把这个视频呢 发出来我们整个的这个封大院小区里居民呢 也都砍到了 当时这个我们小区最严重的时候 志远泽是不够用的 使社区这个领导们发出的藏医术 面向社会造这个志远泽 志远泽是没有公职的 当时这个志远泽们 有大学生 有众学生 有这个不能上板的社会人员 现在小区里这个疫情人一接近了零了 省力输光就在眼前了 上面爬来了这个下层的干部当志远泽 接替这帮老的志远泽 都这个志远志远者们的声讨啊 太不公平了 功劳是你们下层的干部的了哈 你们回去到了单位哈 你们又是将近又是勇于的哈 我们这帮志远怎么没黑没白的 这么冷的天 楼上楼下的这么跑 我们小区的这个老百姓看到眼里呀 我们老百姓们眼睛是学亮的 你们现在 已经没了 你们来了 已经最严重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来呀 你们把我们这个居民们买的这个东西 以这个所聊都是拍个照 走川宁岛网上去 还做宣传 说你们这个捐赠的无资 要脸吗 那我们指个买的这个东西 说你们捐赠的无资 你们邀功心态切了吧 你们都不遮手段了哈 你们还是国家干部 你们这个龌龊的事儿都做得出来 以后国家在游行 游难的事情 谁还敢当之原则呀 呀你们某些领导 把咱们这个社会的风气 就这样就抹狠了 这不是跟马路很摔倒的老爷们言夫一样吗 上面派下来的这个无资 我们小区的一口东西没看见 你们盒子烂了愣了刀了 你们都不发下来